所以这边第一个 如果你这个懒人包里面 你可以如果要参考 可以先参考这里 那第二个是说 如果你要找一个景点 你要怎么去找到 因为我们将来地图会需要一个叫做 经纬度 经纬度的位置 那你要怎么取得呢 一个地图那里想说 怎么去算经纬度 是不是要个机器还是什么东西的 其实不用 最简单的方法 你要先找到景点 比如说我们随便找一下 假设你对某个地方比较熟悉的话 那你就去找一下哪些地点 比如说 假设好了 基隆的那个景点好了 比如说我要做一个基隆的景点 假设你到基隆好了 你不知道去哪边玩 那我就Google搜寻一下基隆景点 那有哪一些呢 那第一个你可以想到那个基隆庙口 好像大家去就是基隆庙口 那不然的话就是什么呢 红诞山这些 这些好像比较比较冷门的 那你可以第一个先找到精纬度 像最近去潮浸公园好像还不错 那旁边还有一些下午茶的还不错 可以去那边看看 比如说假设我要找潮浸公园的那个什么呢 精纬度 那你要怎么查 你的Google搜寻 什么如何查 什么精纬度 Google应该也有了 不过我教过一个简单的方法 第一个你也是一样 选起他对 基隆潮浸公园 按右键 也是Google 第二个的话 他会跳到这个画面 接下来呢 请你点那个地图 直接有没有 他会把搜寻结果直接传给地图 他会去找潮浸公园的地图的位置 对不对 找到 这个时候呢 又会马上出现他的位置了 那其实Google面非常好用 应该大家都会用吧 比如说你去找吃喝玩乐 比如说你找到他之后 你想要在附近找停车 为什么找 找到到那里之后 然后再问人家吗 不用吗 就是啊 手机有功能附近景点 我说要找 你说手机哦 其实这个版本跟手机版本 也一样啊 他只是说 那个那个界面有点不太 一样啊 这个功能有一个简单的方法 就搜寻附近地地区 你就把停车场打上去 他就会怎样 告诉你说附近哪里可以停车了 所以我常常就这样子 去一个地方 我不知道我哪里有停车场 对不对 我先找到那里搜寻 你会发现哦 他附近的停车场都会显示出来 然后呢 你会以你为中心 去把那个就是附近停车场 所以你会发现 潮浸公中原停车场 有这些 那你可以再往前推 有没有 你的位置在这里 然后停车场 这边有一个 这边有一个 那你可以找附近哦 最最好停车的地方 好 去把去停车了 不然的话停车很很不方便 不过 因为我是基隆长大 然后 对那边非常熟悉 其实跟各位讲的 应该是 一个一个算是什么 一个习惯吧 今天发现去基隆哦 真的是这样耶 好像本地就是在那边本地人都知道 但是只有那个外地人会停停车场 所以会去停停车场都是 外地进外地去的 所以你会发现那个 只要你不要挡到人家的 重要的路口或什么 然后应该也不会 连开单好像都很难 拖掉只有两 好像就一台两台车 所以通常也不会拖掉 我很少看到有被拖掉的 但是还好 我觉得那边 因为可能是一种 不成文的啦 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跟我们的市长有关系 算是他的德政吗 不然的话我之前 那个三重 住三重 你要五分钟车就被拖走了 去领的话要两千亿耶 也是很很很夸张的话 OK好 那这题外的话 所以找到之后的话 有没有 你就可以找附近景点 那附近景点按右键 附近景点其实就点他了 搜寻的结果 因为现在已经找到 他会有个地标出来 OK 第一个这题外 第二个就是说 其实你像我也习惯去 比如说像我去宜兰玩 我不知道附近有什么好玩 对不对 我也会利用搜寻结果 然后会看几颗星 还有几个评论 如果几颗星多的话 那表示那个地方应该不难玩 而且还要看一下评论 评论 如果那一家餐厅 哇 很多被骂得很闪 或者是有老鼠有脏 那你就不会去了 OK 所以这也是个方法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Google 地图的重要性越越高 其实呢 他的野心 不是只有做地图 他就是利用地图 把你十一住行 预乐吃喝玩乐 随便都全部都整合进来之后 经过他都要钱 所以他现在有做一些广告 没有 比如说你手机附近 你只要到附近 他就会传一个简讯给你 他他有做这种广告行销 然后如果你收到了去他那边吃饭吃饭的话 他会给你抽抽一个费用 现在有Google有这种这种类似的这种行销方式 OK那我们回过头来就说 我如何查到经纬度 其实非常简单 搜寻完之后 然后呢 你直接在上面 按右键 非常简单 这个点 我回到最最早 我们找到这个点之后 找到的是 曹晋公园 这个很简单 就是只要找到某个点 按右在上方 你就按一个右键 右键里面会出现什么 右键 各位要怎么查到那个经纬度呢 请各位看一下最下面是什么 这里 这是哪里 有没有 这是哪里点下去 各位可以发现 经纬度就出现了 有没有看到 经度 纬度 就在这里 所以 如果你想要查景点的话 先搜寻 有哪些景点 然后呢 查几个景点 把这一串 这个是曹晋公园 然后空一格 经纬度 什么经纬度 什么经纬 再来就是做 我们要做的一个清单 连过去 就跳到那边去 连过去就跳到那边 就这么简单而已 所以第一步 请各位自行去Google地图上面 收集经纬度 不用太多了 大概先做个五个就好了 三个五个就可以了 练习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